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阶的 两阶的 三阶 四阶 五阶 N阶 这一类的电路我们普通两个阶法 一个是State Equation 普通的这一个 第二个是我们第四三章要教的 这Lava Transform 可以认定多阶的 电路学的方法 Lava Transform 并没有cover在里面 所以解电路的基本程序就很简单 第一步呢 你当然会写Diffential Equation 不管是None Equation、Mesh Equation 或者其他简单的电路的一些做法 第二步呢 你还会找Inition Condition 第三步就把它解出来 不这么简单 所以这是第七、第八 第九、第十是交流电路 NC circuit 第九章是告诉你怎么要求电压电源 这一章呢 这两章事实上也是我们这学习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教学目标 是你们在中学时代没有学到的 就是交流电路 是谈Signational Steady State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生活的历史 台内公司这种一个电力系统 整个电力系统只有单一个频率 然后我们assure它波形 就是Signational 唯一不同的是怎么样呢 是它的Face 跟它的Aptitude 所以我们这一章里面 还是用Aptitude Face 因为你只要解Steady State 这不像第七、第八章 还有Initial Condition 因为文态的时候就变什么 Initial Condition 所以这个解呢 就把维用方式就画成一个代数方式 非常简单 所以第十章呢 是Congress Power 我们说 电厂、磁场这些电磁学 是一个Science科学 Engineering以后呢 是怎么样呢 是因为你要能够 能够把它量化、能够计价 所以怎么样算它的Compress Power 怎么算它的Average Power Big Power 这边呢 你要算Energy 算氢 这也是非常基本的 就是交流电路里面 怎么样来算它的功率 所以在交流电路里面 考的方便可以说非常广 因为所有直流电路 我们教过的方法 比如说串联、变联 Wide Data Transformation 戴威林等下电路 洛顿等下电路 洛顿等下电路 Maxon Poetry for Theorem 所以 其实对我们教过的一些方法 都可以 Modify到交流电 而不同的数学 是变成Complex 所以 虽然考四个chapter 其实可以讲是两个chapter而已 一个是交流电 一个是可以求障碍 还有Complete Solution 所以 礼拜四晚上的 我们看我们的范围 是这样子 OK 接下来我们是继续上次 我们怎么样 How to measure average power in three-phase systems We use the two-water method 我们叫 市面上的瓦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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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面上是把这两个瓦特表 连在一起 做在里面 所以你外面看不出的是两个瓦特表 所以这个是我们介绍它的一个原理 我们上次谈过的就是 怎么样 第一个 是Curve Coil 电流线圈 量过的是通过A向的电流 然后它的Potential Coil 量的是AB向的电压 所以这两个Phase之间的夹角 Cosine Ceta 就是 30度加 我们上次有Phase代表 是第一个瓦特表量 刚刚讲过的 第二个瓦特表量量过的电流 是Curve Coil 是IT Curve Facil 然后Potential是VCB 我们 不能按 所以为什么 所以 第一个瓦特表 是AB的电压 然后IA的电压 那个夹角是30度加C 第二个电表是IC的电流 在这边 所以IA IPIC 这是一个平衡的三项电流 因为它们是 这边是Axure 是正向序 所以IC的电流 这边有 红色的部分 VCB 就是VBC的 反过来 VC Mas VB 就是 向量的加法 这两个夹角 AUVI 是30度-θ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 第二个瓦特表的毒素 是VI Cosine 它们电压电流向量的夹角 这是在交流电路 我们这次是月考 礼拜四就会在考 你看同学懂不懂 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两个毒素把它加起来 我们可以看 刚好是等于 TN3 VLI Cosine Theta Remember this is the general formula for balanced 3-phase system 3Y 3-phase system No matter the 3-phase circuit is connected in Delta or in Y 所以这个公式是通用 不管是Y接的三项 或者是Y接的三项 所以这个 值得大家去记起来 那这个是rear power proof Compass power 乘以Sine Theta and see here is an interesting property so depends on the load property 看这个负载的特性 is inductive or capacitive in case the part factor is greater than 0.5 then we know we know ok these two readings the角度是小于30度 所以这个 W1W2 两个都是正 然后 Prophet等于0.5的话 那表示 ceta 60度 cos60度等到奥文之一 所以 这个30度加60度是90度的 你会发现 有一个主表会黏 然后 30-60度是速的 cos2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 如一个电脑等于黏 这是没有问题 就刚好它 puffet等于黏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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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 在我们一般使用情况是很少碰到的 因为puffet的质量都大 年龄8以上 不然被台电公司罚款 就会罚得很重 所以这个 罚特表 W2 主导的是全部的 Average Power 这个比较特殊的是在这里 一般如果没有 修过这门课 或者是不了解这个原因 puffet的小于0.5 刚刚讲ceta 大于60度的话 刚刚有一个捡起来 这个 加起来 这个 大于60度 30加60就是90度 所以大于60度的话是怎么样 cos ceta 这个角度是它第二向线 所以 那六万变成负 所以那是一个负的值 那六万变成负的 那一吐到没有问题 是正 所以它没有错 这个 如果你用 两个单向的电表 这种case 就要很小心 简单 for low perfect case 你能够使用的是 电表最好 把指针 是在 连点是在中间 可以左偏 可以右偏 不然 你一接上去 它的down scale 往左边一甩 因为它是负的 你最多是0 你连瓦特 你撒这个整身 就电掉了 不过这个是很老的电表 那现在数位电表 子就很方便 对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那个 在电表里面 就自动会帮你处理掉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原理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we can use the average power meter and water meter to measure rate power 所以 我们瓦特 表的这个量测的原理之大 好不好 你可以用它来量 那个 无效电意 就是说你不用再去买另外一个 电表 来量它的无效电意 怎么量 这个是一个第一体 那我们这个是课本上的习体 是第四三体 那 为方便解释起见 我们要assume 就是 why connect it low and also we assume is with positive sequence and the water meter is idea so we have current coil here and the potential coil here so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to the water meter we know it will measure vI cosine theta the first we have to find the current through the current coil 这是这样的接线 这两个是A项的电源 那我们知道这个电压 VAN VBN VCN 这是平衡三项电压 the phase voltage the phase voltage divided by the phase impedance to get the phase current and for y connection the phase current the phase current is in fact equal to line current Line current 就是IA 就是它叫向电流 and next we want to find the voltage across the potential coil V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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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可以 从这边来看 A N BN CN VCB 从C到B 等于C到N 然后N到B VCN VBC B到N 然后N到C 所以我们有VBN E是VBN And N N到C 是-VCN N together VBC 所以 What is the reading? 我们称以cosin IA跟VBC之间的夹角 In fact 这是90度 -θ 这个角度是90度减心 -θ potential coil的电量项链 跟 Current coil的电量项链 的夹角 这是瓦特表的诸词 所以cosin 就是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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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可以跟到三 大家可以很清楚 我们说 那个三项 用三项系统 跟到三 V line to line 乘以I line 然后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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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瓦代表读数跟我们的公式 REGPAL两只差一个根号3的一个 scalar这个一个差别这样 所以你可以用它来读以后 读出来的读值 再乘以1点3号 这个根号3 这个读数就是代表它的无效便利 REGPAL So, are there any questions? 这刚刚来帮你们复习一下 礼拜四晚上要考的 只不懂这 这是带一个瓦特表 这个事实上在国家考试 我们也出过这样的一个题目 看你原理懂不懂 非读代表能够画得出来 它大概都没有问题 很简单的 也没有问题 因为这样同学上来算 这个Compress Number要计算 不要花时间 没有计算 没有计算 很难算 所以 这极度很简单的 这极度很简单 这极度很简单 可以使用 准备 准备 这便宜的三项电路 包括三个部分 它的Volent Source 必须要便宜的三项电路 第二个是它的负载 也必须要便宜的三项负载 第三个它中间的 在Transmission Line连接这边 也一定要Balance 主抗都一样 三个都便宜 然后这个系统 或者是Circuit 或是Circuit System 是Balance 三项系统 所以满足这样的条件 才能够叫 只要有一环节不便宜 它是一个不便宜的三项系统 平衡三项系统 特别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 Face Voltage 跟Line Voltage有什么关系 Face Current 跟Line Current 有什么关系 Depends on It's Connect It's Y Connected or Data Connected 就是那些关系 那么你 The second objective is know the shortcut of analyzing and balancing three phase Y Y Connected Circuit but solving only one single equation 我们说其中的一个特别 Y I Connected 它两个中性点的电压是相同的 所以这两个中性点 负载的中性点 跟电压圆的中性点 一把效果连接起来 那就可以 compose成三个电路 A向 B向 C向 只要解三项 里面的一项就好 A向解出来 然后B向 C向 只要知道它题目是 正向序 或者负向序 automatically 就是大小都一样 然后假如差一百二一百二 就得到solution 那这个Profess Equalification 是很重要的观念 你在大三校后的大四 有一个power system 电力系统的力 解Logical system 普通数学系统 也很感兴趣 以前我直接到教大堂的数学研究所去演讲 我在解Logical system 早期的computer 还没有什么powerful 我们已经解了几万个equation Equality 还有 inequality 甚至有时候multiable solution 这是很好的例子 那电力系统 我刚刚讲过 台电的345kV 161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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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升压降压 它是被要去隔离 所以你们那个 在这次考试里面 被压器里面 我们要把refer到一次次 那变成一个connected circuit 这个电路都连在一起 那在解电力系统里面 都是用Profess assurance balance 那我们讲过这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 你个人的行为 israndom 你用电不用电 就是一下用一下不用 就是random 但是你在transmission level 我们叫苏电城这边 对不对 比如说一千万户 我们台湾也差不多七八百万户 对不对 到人口蛮多的情况 那这个统计的现象 就蛮有规则的 可以predict 它有个low focus 地色负载 然后你就可以来做规划 怎么样来运转的系统 more economical the wire connection the wire connection 的这个 solution 就很简单 就是single mesh 不起别掉了 our third objective is to know the shortcut of analyzing the balance 3 phase why delta connect circuit again quite trivial because we can transform the delta connect a load into equivalent y connect a load and then use the previous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 so y delta跟 yy 其实没什么不同 好了 你三项 这个data的 主要是z的话 你换个equivalent y 就是上面是z 解法 就跟前面一样 解完再回到这边 看你要求什么 the four objectives objectives to be able to calculate the power in any three phase circuit 所以很要紧 在工程上 不是只要算电压电影 更重要你的营收 营业额有多少 那这要算power 算energy 三项的power 的计算 其实跟我们 礼拜四要考的一模一样 你可以A项算 B项算 C项算 加起来 但是这一章 因为是平衡的特例 所以我们有一个捷径 short cut 我们计算它 complex part 就根号3 VL IL 等等 然后那个角度 cosin theta 就是average power sin theta 就是力power the last objective the last objective is you should be able to measure the average power in three phase circuit cosin within we are concerned with the two watt method 这是怎么用两个瓦特表 来量测它的三项电路的功率 那它这个 两个瓦特表的方法 不光是平衡的 不平衡的也可以量测 只要是三项三线式 可以量 ok so here are five problems for you to practice 我的 题目 让大家练习一下 非常简单 ok so far about this chapter are there any questions go i if you could in go